各位左翼地区的眷村父老兄弟姊妹们大家好 我这边是高雄市左翼区建言南村吴中城 我是吴中城 我这些都是这些奖牌都是跟海军有关系的 这是海军运动会当兵的时候的 那这边有两块牌子很特殊的 一个是金牌一个是银牌 是这样子的 这个意思是指的第一军区 这个是第一军区办的 在这里 后面有这个 后面有这个 海军第一军区 娱乐活动优胜纪念 第一名第二名 底下有一个打了一个60 就是民国60年 1971年 那时候我好像是初三刚毕业 要升高一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医经区总事长叫郭锦勋先生 但是颁奖的时候 这个是60年颁奖的时候 在左营的中山堂 就在我们家这个附近 那这个是游泳 游泳的牌子 第一年的办的活动 这个活动 叫做暑期的 娱乐活动 或者叫自强活动 这个很特殊的是 那个时候海军的 那个 眷属比较多吧 人数比较多 所以那个 为了要让这个眷属 暑假的时候 有正当娱乐 所以办了很多活动 60年是第一次办 第一次办的时候 有游泳 有篮球 有 有什么围棋 象棋好像 还是什么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第一年 我只参加了一个游泳 可是他另外还有一个活动 很像救国团的活动似的 就是 让这个各个村子 包括凤山那边的 就是都可以登记 登记就是做的终子号 因为当天好像是一台 一搜终子号 还是两搜 我记不太清楚了 好像是一搜吧 然后大家的几百人 就是登记以后 如果说抽到签的人 都可以去参加 在管理站里面 那个时候还是管理站 还不是自治会 管理站的管理员是 是政战的士官 然后从那个 从管理站里面搭军车 搭到码头去 那时候的那个码头 已经不是 是管制的 到了码头之后 因为都有造车子 还有人在带队嘛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 我们去澎湖 去马工 一日游 两日游 就是两 这个 一天一夜 晚上坐 中子号 起航 然后到 早上的时候 登到那个 马工 然后在马工的时候 坐着军车 他在让你 带你在那个 马工地方 玩了一整圈 该玩的一整圈 都玩到了 包括零头 零头公园 我们还下去游泳 因为我们一看到水 整个的那个沙滩是 黄色的沙 我们叫白沙湾 白沙沙滩 零头公园 我还进来 那时候跨海大桥 刚建好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们再坐到那个 军车 再坐到那个 那个码头 然后再上那个 中子号 再从那个 马工再开回来 等于有两夜 一天的旅游 然后早晨到的时候 然后军车给你送到那个 送到那个管理站 然后我们再从管理站回家 那时候 我们单独行动 跟当然村子里 还有其他几个人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我们要在上船之前 大家在那个码头集结的时候 几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 都是老百姓 军眷 不是军人 所以很难整对成 一个很像样的队伍 但是那个 当时的总司令就是 宋长志上将 他就 他就 就 上台讲话 他讲话 他很风趣的一个人 他说 这个活动 主要目的就是 身为海军舰署 很多海军舰署 就是新架的海军的人 他没有看过船 也没有 也不知道 他先生在船上在干什么 几个月不见 不见到人 然后也没有信息 为什么 因为都是 精神行动都是保密的 那他 如果是一般的 不是我们 从小在眷称长大的人 不会了解 军人的任务 都是机密的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什么时候会回家 所以他说 那个 那个 宋长志上将 他当时在讲 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说 这个活动就是要让 眷属 做了船 第一个你了解 你先生在海上 在做什么 第二个他绝对不是 跑到哪里去 去玩去了 他都是为了国家在海上 海上长城 他们在这边 为国家 这个 付出他的一切的 那个努力 冒着生命危险 在巩固国防 那这个活动里面 我记得最清楚就是 当时我母亲 她很容易就可以得到 这个上船去旅游的机会 可是她坚决不去 我母亲连坐公车都会呕吐 那坐船她更是呕吐 而且她对于那个军舰 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她从老家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 在隋军再迁到福建 马尾 厦门 然后最后到了基隆 到了基隆港 再从基隆港又做了军舰 又做到高雄 做到高雄之后 然后再又换了好几个眷村 最后在这边砸根 我就在这边出生的 1955年我在这边出生的 在这之前我们是颠沛流离 所以她们对于迁系非常恐惧 对于军舰 要做军舰出海 她们会有更加恐惧 因为她们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们都呕吐 以我母亲来讲 可能在她从 民国38年从道路来台的时候 可能她还怀有身孕 因为我姐姐是39年出生的 民国39年出生 所以可能她又在怀孕的状态之下 然后又要坐船 要受到那个烟的味道 还有那个船上有 那个严格管制用水 等等等 她们对那个逃难的经验 是非常的刻骨铭心 所以在她中生都铭刻到一个很可怕的印记 但是男儿自在四方 海军的这些官兵们 她们真的是血性男儿 她们在那种枪林弹雨之下 活下来之后 仍然驱驰着她在海上奔驰 只要有命令 她就立刻应召执行 从无怨言 就是我父亲那一代的人 给我们立下了一种非常好的榜样 就是认真负责 不怕死 不怕苦 不怕难 的那种精神 这个我想这个所谓的眷村文化 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顺便再聊一下 这是民国六十年的奖牌 六十一年还办过一次 第二次我也去过澎湖 但是我第二次我没有 第二次我只有参加游泳 还有因为她扩大举办了 然后她有还有什么作文比赛 还是什么的 我参加了作文比赛 还有还有游泳 我们这村子只擅长游泳 不擅长什么 那个什么篮球啦 或者什么其他的 我现在记不得还有那个围棋 和象棋 我只参加我大 当时觉得我比较有 有把握的吧 这个游泳 我又得了不知道 几个 几个 反正都进入名次了 因为这些奖牌全部被我们 游泳的牌子 全部被我们 那个村子里面全部占 全部独占 独霸可以说 但是第二年因为扩大举办 她要缩小她那个成本 所以第二年就没有再做这个金牌了 就没有再做这个奖牌 她用的是一张很小的一张 大概是B5 或者B4那么小的一张 大概是A4 大概是A4的三分之二那么大的 那么大的一张 硬直板做的一个奖状 上面写的你是参加什么什么项目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得到什么 冠雅忌军什么 第一名或第二名第三名这样子 她是发这样一个东西 我大概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有几个 五六张还是怎么样 我已经忘了 那因为现在都找不到 那我之所以能够 能够存在这些硬体 这些坚硬的东西都不容易 不容易损坏 那些纸张我早就不存在了 因为那些东西 对于我来讲 我这一辈子得到那些奖状 那还不计其数 根本就不值得 像这些东西是什么内容 我也早就腾空记忆了 不太去记忆这些东西 不太重要 那最后我再聊一个 有一些朋友来跟我们 他们在对我们上一辈的文化 非常有兴趣 他们常到跳蚤市场 到各地去寻宝 去搜寻 居然可以搜寻到一些新奖章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 我收到很多的 一些前辈的墨宝 他当年写的字 画的中堂 还有写的那个画的画 那些人虽然不是什么名人 但你看他那个功力 大概也都有几十年功力 可是他的子女居然会把他 弃如臂戏丢掉 那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在这个 还在世间的时候 像比如说这些 这些等到我一旦不在人间的话 我的孩子绝对不会保留这个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流汗流血流泪的人是我 这些东西是纪念我那些经验 同样的那些 那些墨宝 那些勋奖章 跟他的孩子没有任何关系 那都是他一生努力的结果 最后他人 这个盟族重招之后 那些东西竟然流到 流到跳蚤市场去了 跳蚤市场在台湾 我们叫的名字叫做查辣奇 查辣奇就是 就是简单讲就是偷来的 或者是五本生意 或者是人家那个搬家废弃的东西 大部分是搬家废弃的东西 人家去清理的时候 没有成本呢就把它收回来了 但是那些心血啊 前人的心血 我就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慨 我就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 所以说那个 日本的那个查道 那个千利修 他查道大事千利修 他有一句话讲 就主查 他是一期一会 他认为说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 我常常会用这样子的那个心情 在戒胜恐惧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慎重的做每一件事情 同样的我也用这个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努力当然是必须的 但是你 你只要把你想的尽其在我 剩下的都不要管他 有没有得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努力的那个过程 会寄到你的阿赖耶寺里面去 总之寺里面去 放心 功不堂均 就算你今天这一辈子 都在名次之外 都在名次之外 也不重要 就像说 你在军中服役 二十年 二十五年 三十年 你一个寻两张也没有 也不用 那个 颓上 因为 一定有其他的获得 以上就是我从这个 从这个 娱乐活动里面 回忆起来一些往事 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